那这边的话呢 我一定会缩牌 第二个注解 那我的注解 记得一定是单引号开头 那一般我习惯会一 第一个是什么呢 也许这边是做一个那个回圈好了 我简单打几个字好了 反正你就是写给自己看的 就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也许这边是做按个平板 我跟他一样缩牌 第二个 这个的话是判断 比如说针简指纵 判断不标准 这类的啦 反正这个自己再打一个 给自己看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也许再来一个 这个在做什么 判断什么 比如说过胖或过瘦 也许就是 最后的话呢 钥匙就是 类似像这样 就是自己在这个地方 每一行的上面 也许你可以再加一个固解 那注解的形态 一定单引号开头 那我自己的习惯会加一二三四 因为就逻辑你怎么跑 一般如果不会写那个程式 不知道怎么写 有时候先把那个逻辑先打出来 一二三四然后再把它程式加上去 因为有时候就可以把程式很快的 就完成我要的结果 所以这两项是必要的 慢慢 如果你要把VBA学好的话 不用急 而且这个也急不等 然后呢 该注意的细节 还有就是说呢 慢慢刚开始也准备办法一下写 写好 你要知道 你要记得 因为有鱼丹白板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範本 那刚开始 你不太可能说无中生有一下自己写出来 但是累计犯本是必要的 慢慢的有犯本之后呢 你要慢慢走得过 如果到有时候慢慢 你可能也要看了别人写的东西 也可以参考别人 那这样的话 你知道要做任何事情 其实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答案 OK 不要连答案给你都不会用 那就麻烦了 OK 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有关这个 之前提出百分比的这个范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再来看有关那个 安典中心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 会多需要知道 那两个有关日期相关函数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今天是比较简单 你可以超函数 用的费或是脑都可以来 就是比较多的时间 其他都一样 第二 如何计算年龄 那年龄部分怎么知道 第一个题目是 如果年龄大于等于七岁的话 第一个条件 而且要住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所以他这边是年龄 复籍地是在你的逻辑 复籍地里面是逻辑 就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所以是年级里面有 交集里面又有年级 变成这个二维一 那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 先解决今天日期部分 插完处里面的话 找到日期时间 那我建议用这里就好 这边这两个案子确定 那因为他不需要任何引助 直接自动抓到什么呢 抓到你的今天的日期 那种不确定等于称 应该是我这边里面 好像也是让他给找 没有清楚 然后呢 这边又有个清楚 所以他不知道 那重复 而且他会重复来到什么 怎么办呢 这个也比较 增结体重百分比清楚 这样 这样就会重复 好 然后呢 年龄要怎么算 简单 其实年龄的话 一般有几个办法 第一个 你可以把他的生日年抓出来 跟今天的年抓出来 用今天的年 减到他的生日年 可以减出他几岁 不过这种办法是 不管他生日是否到的 这个逻辑 如果你今天 那个怎么想这边 这个就是你可以猜凡数 用那个一尔 一尔对不对 那一尔凡数呢 他会问你说你的年 你的那个哪个日期啊 我就抓今天日期 虽然这边是160 如果他会是 里面是西元年 那回来一尔只会抓年 所以是2017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把它减到多少 减掉 一样 其实我是给你干脆把他用一尔凡数 试试一下 减贴到后面 把这个改成生日这一个 就是15 打过90岁 但是特别至于 这种算法 他只会管念 越是不会管 也就是说你的生日如果还没到的话 他基本上也算是帮你增加一岁 然后已经就是帮你加 那如果说你要精确一点 这个第一个罗子是一尔减一尔 如果说你今天呢 还是要精确到 他生日到 像今天我们是4月12 你可以看他生日过了 不过我把它改成4月28 他生日还没到 他还是9岁 为什么他只管一尔 他不会很慢 所以如果你要精确到月跟日的话 不用这个函数 那用哪个函数呢 一般最好的还是要一个Datiful函数 其实如果不会Datiful 其实如果不会Datiful很多次真的做不出来 蛮重要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插函数呢你会发现 日期时间里面呢 你会发现居然找不到Datiful 因为这个Datiful函数蛮特殊的 他这个有历史一点 因为这个Datiful最早是在 以Sale是Vido版 采取起来的 可是在9月以前 大概是30年前 Datiful函数 应该有Datiful函数的东西 这个有点历史 如果知道的人是有点连接 犯笑的好 那个时候 四帅人他不是没有Sale 而是一个Lotus123 所以找了 在学校里面叫Lotus123 那时候有个Datiful函数 那函数呢 他虽然日期非常好用 可是他有专利 但是又要相容于Lotus的版人 所以他把这个函数拿进来 但是他不能放进来 ok 所以蛮特殊的 那怎么办呢 不能加 可是要怎么用 你很简单自己打 自己打上去 他会出现 但是呢 你变成这个很好用函数 你要自己打上去 等于 Dat Dat 就是形 Di Di ok 然后呢 前瓜 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 前面的日期 前面的日期 我们生日 逗点 后面的日期 就比较接近现在 就是今天日期 这两个日期相比 一三个逗点 第三个 彼神呢 比年的话 请记得 前后双顶号 中间代的Y 表示 要比 相差 几年的一次 那如果要比几个月的话 就是M 如果这样几天的话 就比M 就对了 可以按根特别 那你会发现 这一栏数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 他除了会比年之外 他会比月 也会比日 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是4月12 他4月28 还没到 89岁 所以我把它改成3月28 的话 按年组 重加一对 而且他一生 除了比年之外 会比月 会比日 是不是已经到了 ok 然后直接把它向下填满 好 这个这一读 看一下文章上面 讲的里面 应该也有这个讯息 他有放的讯息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向下填满 不向下填满的话 要把二给锁起来 因为F2的二列 把它锁起来 因为向下填满 这个位置要硬 向下填满 好 那是否 请你老人 老人津贴 后面讲是否 他们得到 这个老人津贴 总共会有 两个必要条 年龄七岁以上 住在台北市 或西北市 那这样的话就是超级里面也有连级 怎么做 比较快 第一个插入函数 一样呢用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 我们先外面 先用那个 逻辑里面的话 我们用一步 那先用连级的话 and 所以我习惯是先打个and 田瓜虎 他的生日必须大于 而且等于70 第二个条件的话呢 他是住在台北市 或新北市 所以and里面呢 还要再一个偶 那怎么样 我建议了 我的习惯是 再打一个偶 瓜虎 第一个条件 户籍地 等于台北市 然后呢 把这个字以逗点 Ctrl C 然后逗点 再把台北市呢 改成新北市 那记得后面 要后瓜虎 一个 这是偶尔的后瓜虎 再一个 是and的后瓜虎 后瓜虎 一定不要打错 因为之前 我们的同学都稍微打一个 后瓜虎 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就要记得 and里面 做多一个 偶 才可以 这个蛮重要 因为这个 工作里面用到的质量还蛮高的 因为 你需要做一些邏輯上的叙述的话 那 你都讲到 交集里面有言及的话 只要下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 论微处就是是 反之就偶好了 好 那按确定 向下填满 结果 就错 理论上应该 处在的 只要是处在新北或台北 都年都应该满 70才对 台北 是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这个 当然这个地方 你知道 我的这部分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其实你可以用字串的方法 因为台北市 新北市 的 后面两次 都是北市 那你可以的 不用偶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声调 用right函数 right函数是 右边送过来 两个字是北市的话 那表示他 就是我要走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呢 这边有一个地方 我这边 再把它改成right RI 这个可能是一道路 QST right 前观虎 然后什么呢 哪个 这个户籍地 15 痘典两个字 扣瓜虎 如果等于什么 北市的话 等于北市 OK right 这个户籍地 这两个字 OK 这个right 还蛮好用 刚刚说的后面 就是从右边算过来 两个字 或是北市的话 OK 这条件以外是处理 那就是可以行李 OK 粉丝就是不能轻 那可以看得懂 所以那个 两种 你也可以换成right函数 所以有时候公司 那个使用方法 那没有绝对的 所以你如果 招式或者手练度会高的话 相对的你可以 那个用的方式 当然就是相对的 你也可以验证 比如说有时候你不知道 到底还是不对 那两个我做出来 诶 都一样 那表示应该 大家读不理识了 OK 这部分我想各位试一下 可以用 或者是用right 那当然前提上哪个 简单你用哪一个 或者是你熟悉哪一个 做比较不会出 那你就用哪一个 千万不到都不熟悉 那就麻烦 OK 试一下 好 你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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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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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